想吃鬆餅,但在家裡沒有焗爐? 我KC教你怎樣煎一個鬆餅 我們煎鬆餅的材料 首先有一個歐洲的T65粉 有水 有速效乾蝦霧 即是我們叫紅衣 還有鹽 我們今天還有兩款麵種加進去 一個就是天然酵母種 另外一個做法包的時候會比較常見 叫玻璃收種 我們插好麵團之後 最後又會加上橄欖油 讓它軟熟一點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個38度的暖水 要有一個電子溫度計 探測得比較準確 然後我們用暖水溶解紅衣 速效乾蝦霧 量大概是衣屎粉的三倍 我們弄到它變成一個糊狀 溶解完酵母菌 這一步會把酵母菌激活 激活之後 沒那麼容易會死 有時候我們天氣凍或天氣熱 水溫有變化的時候 如果我們直接把速效乾蝦霧 加到麵團裡的時候 會很大股衣屎脫 就是告訴你細菌死了 它發酵的速度就很不平均 很不穩定 所以這一步是必需要的 當它充分溶解完 看不到一粒粒的時候 一個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所有材料加在一起 首先我們把酵母 倒進麵粉裡 加上水 然後加鹽 然後把天然蝦霧加進去 還有玻璃收腫 又加進去 首先在不手鋼盤裡拌幾下 讓它大致成團 不用攪到整個桌面都是 好 現在把麵團倒出桌面 之後就可以用出少許力 在桌面上揉一下它 讓麵粉充分吸飽水 如果你想麵團的氣孔比較粗大 要加多一點點水 這個麵團最後揉出來之後 是會偏濕的 釀膜揉了五分鐘左右 拔到麵團裡有彈力 表面開始有少許光滑的時候 不用完全光滑的 有少許粗下就可以 最主要拔下去有彈力 那時候我們要加上橄欖油 我們可以幫它做一擦 一擦一擦一擦 一擦一擦 一擦一擦 讓它快點吸了油 我們約摩拆多五分鐘 油吸收了麵團裡 拔下去覺得有彈力了 這樣就可以停 在氣面上擠少許橄欖油 然後把麵團放下去 讓它開始發酵 然後我們包一張保鮮紙 避免它吹乾 然後就把它放在一個 27度左右的室溫地方 讓它發酵半個小時 經過30分鐘的發酵之後 我們英式Muffin的麵團就可以翻摺了 翻摺的時候 用手指插在麵團底裡 把它翻上來 前後左右也做一次 目的就是把它發酵的溫度更加平均 以及將表面拉緊 收緊了表面之後 你會發覺麵團的彈力會改善很多 之後我們再多發30分鐘 現在我們的麵團多發了半個小時 是時候把它分割 首先我們在膠箱裡 撒少許Corn Mule 讓它不要黏底 還有煎的時候有些香味 然後撒少許粉在桌上 然後把麵團倒在桌上 之後就60克一隻 然後把它稍微收完 把光滑面包在中間 如果不是那麼純熟的朋友 可以這樣把它揉在中間 把它放進去Corn Mule上面 輕輕地按一下 如果做麵包比較久 多些技巧的朋友 可以在手掌心上面 搓圓在手掌心上面 這樣也可以 這樣就快一點 它給它鬆弛半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可以拿去煎 記得要蓋住它 不要讓它吹乾 現在麵團鬆弛了半個小時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去煎 首先預熱鑊 不用太大火的 小火就可以了 然後麵團表面 灑上少許Corn Mule 因為麵團發酵了 要輕手一點 輕地放進鑊裡 不要一次放太多 太壁會黏起來 我們每面大概要煎6分鐘 其實不用加油的這一步 你會聞到很香 那些粟米粉 那種甜香味 在煎的時候 看到旁邊有些半透明 好像熟熟的樣子 就差不多了 現在是6分鐘了 整體煎了12分鐘 你看到底部夠顏色 就可以出爐了 我們的English Muffin 就大功告成了 吃的時候可以撕開它 再塗一點醬汁 這樣就很棒